今天去那个 敲澡市场唯一的收获就是这个 I got a pocket I got a pocket full of sunshine I got some bitches in my life and they all mine I got a pocket I got a pocket full of sunshine I got some bitches 今天去看一下这个 敲澡市场 看着什么孩子 兄弟兄弟兄弟 兄弟兄弟兄弟 穿衣服没有 穿了行吧 快点GKD 才十点钟 但他妈刚刚有人跟我说 我再不起来 就所有的热门教材都被卖完了 然后我就啪啪啪啪啪 就说我们叫他GKD 然后他又不背书 他就说因为我背了 所以我可以帮他背东西 但他要是买个球怎么办 他帮他把篮球背在底边 购这些东西才正常好不好 他不会被收 这边就是女生的摊位了 你应该看得出来 对 对 没有 但大家还说是卖书卖得多 你有什么办法 我觉得今年特别无聊 就是大家都在卖教材 最风筝的人 据说是本黄书 你看女生的摊位 女生摊位就这种 课外书比较多 我发现男生里面摊位 课外书写的全是什么 C语言啊入门啊我操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谢谢那个 现在就开始逛这一边 这都是鞋架吗 你买卖一个PSP 这个年代我怎么要买PSP 这个就属于设计的不错的广告好不好 跳蚤市场上最奇奇怪怪的东西 都是被阿姨给逃走了 阿姨都是来逃宝的好不好 你就给他买一本这个拔妹打扔 为为什么 当前看到市场上最奇怪的一本书 我看一下 不过 我操 PUA在线教学 这个不就是PUA吗 没有 你还等了 不行 我肯定是情节没送出去的好不好 要不然为什么会 会牛到现在才卖 哎呦 反正这个真的过分了 还是回来逃一遍还是能逃到饱的 就别人都抱着一摞专业说 就我们买这些奇奇怪怪书拿着 还蛮不好意思的 我想一想就我去年买的 找一个 去年就去跳槽市场 就唯一的收获是这个 去年就去跳槽市场买到的是这个 看一下 比如说18块钱买了两本手望着 民主的系列 所以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跳槽市场有个问题 就感觉跳槽市场 就应该卖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吧 然后我一看就到过去全部都是卖书的 卖书好无聊啊 但我发现最厉害的还是一些大爷大妈 因为你从旁边走过去看到 大爷提着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过去 你一看就是一个洗衣机 就反正其实我觉得 在跳槽市场最划算的就是 皮线的大爷大妈 因为他们总能逃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自行车没人会买 然后大爷大妈买了 然后洗衣机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今年还是有卖PS4的 去年也有卖 什么跳槽市场 他们在跳槽市场怎么不叫 怎么不叫卖书市场啊 好无聊 都没有什么看着让人感兴趣一点东西 然后其实我就在想 要是我毕业的时候 我有什么能卖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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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